從18點21分到20點44分 當中的143分鐘 如果從第一次他打電話到1922的時候 加起來就是182分鐘 要多39分鐘 陳時中碰到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不斷的甩鍋 綠營搭配不斷的甩鍋 把責任推到地方 可是我們要講 整個防疫的責任 難道CDC 衛福部不用背取最大的責任嗎 有任何的防疫問題打1922 我們完全認為1922 他就是個防疫疫情專線 有任何問題就先打1922 準沒錯 出事了陳時中就開始推 碰到了這樣子的狀態 他跟我們講說1922 他沒有調動119的一個權力 那就表示了 他完全沒有做好的一個超檢故事 1922能提供的資料 公開透明迅速 而且然後盡量提供 要補充就補充 新北市政府 嘴巴講得很漂亮 但是推脫拉嚴很大 5月27 恩恩爸爸向新北市政府要求這些資料 侯友宜市長 5月31號的時候 在議會答覆說 就給他嘛 就給他嘛 真漂亮 好像說要的資料通通可以給 結果呢 6月1號 新北市政府希望當面說明 說 我不會給你像1922提供的這些 包含錄音檔 包含說聽打的資料 他們只給聽打 還要你去現場去聽 那 希望當面說明 然後約不到之後 還讓媒體放話 說是我們要跟他見面 他約不到 1922的資料 都是錄音檔加書面的議文 新北市政府不給議文 他們理由很多 什麼個資法 政府資料公開法 6月6號 恩恩爸爸也前往消防局聽錄音 卻在不知情的狀況之下 被演戲欺騙 侯友宜市長 他指揮了新北市政府 請消防局 嚴很大給恩恩爸爸看的這個現場 我們要求新北市長 再重現81分鐘通聯的現場 請他再重現 讓全國一起看來評論 請坐下